一人陈凯玲1月4日现身香港旺角街头出席活动 以松绳裙子现身的她 腹部已经看上去很大 那怀着运到人这么多的地方 不害怕吗 没有啊 因为我觉得今天有很多人去帮助我 或者是你也是帮助我 好多人知道我怀孕之后呢 都对我非常非常好 所以我现在都很放心出街 因为我这有一个习惯就是要搭地铁的 那我觉得现在大也有大的好 因为别人看到我的时候呢 都会让一个位置给我 另外陈凯玲透露现在胃口好了很多 老公正家饮也很好 会想着做菜给自己吃 平时也会说什么该忌口怎样的 但是怀孕后胃口确实改变了不少 也有的 她说甜的东西要吃小一点 但是还好因为现在我的口味也是喜欢吃咸一点的东西 那甜就比较小了 对啊因为刚刚开始怀孕的时候呢 都觉得有一点不舒服呢 但是现在也是还好 那一天位置四到五餐 但是每一餐都有小小的 但是觉得很幸福 就是因为老公也会做做菜给我 她她现在说呢就是会包汤给我喝 但是我还没喝到 但是我等我等她 此外听说陈凯玲和湛佳颖 已经帮儿子想好了英文名字了 那中文名呢 是不是考虑的非常头疼呀 某方全媒香港报道